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了解了這個基礎 再往後七八九十年代的娛樂 和現在發展到今時今日會是怎樣的變化 最大的代表一定是周星馳 這真是挺搞笑的 多說一點點 你怎樣去理解周星馳當時電影圈娛樂成分 周星馳我們印象中是很無厘頭 四三圓穿梭機 是四三圓穿梭機 當時進入無線 當初拉著梁朝偉去考入藝園訓練班 梁朝偉和周星馳差很遠 周星馳就很快紅 對不起 梁朝偉很快紅 周星馳就四三圓穿梭機 然後在無線的跑龍套 然後才出來 即是他的無厘頭在四三圓已經出了位 所以就開始有其他戲拍 那些戲又入了公 在七、八點時 黃金時電一出了之後 就很收得 又很好笑 這樣而走到電影圈 是否娛樂圈一定是由這樣走過去電影 由電視就出電影 例如我們另一個個案 例如林家棟剛剛取得了金像獎 即是最佳男主角 他當初也是類似急流浪退 即是茶視故鄉隆 他不希望做來做去都是做小鵪 即是嚇了轉 不過道路都不容易 很多十年之後 很多十年 才今時今日有新的感覺 怎樣看我們歷史見到的娛樂事業 或者剛才說無厘頭 還有沒有甚麼可以在周星馳效應 看得多一些東西 我們經常說 周星馳的早期和現在的周星馳 是很不同的 以前的周星馳有很多這些笑偉 但到近期那些 譬如長江七號那些 有很多特效 有很多特效 或是他很靜靜的人 但可能他在不同的電影裡 其實都希望帶出不同的訊息 例如最出名的那句 早期的《無厘圖電影》 《喜劇之王》 說人家如果沒有理想 跟涵語有甚麼分別 我們當時 你問我也是 當時聽就笑 沒有想過那麼多 但我們發現周星馳這個人 有點像李小龍 他是李小龍迷 李小龍迷 他的新精武門就是 是繼承李小龍的 原來整個思路或拍戲的方式 當他有能力影響一套電影的主子 因為他紅了自然有話語權 是否這樣會走到延中有密的位置 對 就算他未紅時 其實這些 所謂 不是這些無厘圖的電影 基本上他也是有訊息 會是一個甚麼 有否一個 好像李小龍 這個就是民族主義 這個就是以大欺少 有否這個默落 他那裡不是一個大的默落 為甚麼這樣說 因為他正正要打倒 未必說打倒 太嚴重了 打破這些大框框 如果我們說一些 比較深層次的歷史的源頭 其實無厘圖電影樓 不是周星馳首創的 西方 譬如我們知道西方 二十世紀的歷史 最大的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 第一次世界大戰 就是很多這些不同的國家 又打來打去 很講這個的權力 很講這個軍事 然後普羅百姓 或者普通的士兵 上到戰場 都上到去 我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戰 大家在西部的戰線 如果大家有看過 西岸無戰線 就是希望我們就不要打仗了 尤其是在1914年聖誕節 那個時候 有個近期的電影 我忘記叫甚麼名字 即是聖誕戰那天 平安夜 就是因為法國軍隊和德國軍隊 在西歐有條戰壕 在這裡打仗 在平安夜 聖誕節 西方人最慶無聊是慶祝的了 於是大家 不如我們走出這個戰壕 大家歡呼 大家一起跳舞 吃個聖誕大餐 但事後雙方的將軍領導 就說 你這樣做也可以 跟敵人聚餐 開派對 但這件事 反而對於現代國家 這些國家機器的反抗 戰爭其實是為了權力 但為何這件事 拉到無厘頭 因為在西歐來說 第一次世界大戰 在瑞士蘇黎世 我們經常說瑞士 達達是羅馬尼亞文 代表是是的是的 是的 是的 是呀是呀 沒有什麼意思 就是通過這些 沒有意思的說話 沒有意思的橋段 去突破這些 我們傳統這些 歐洲國家 國家機器 凌乘一個權力的架構 如果我們從這個角度去看 周星馳的無厘頭電影 很多時候很無厘頭 譬如這個 即是早期那個西游記 譬如這個羅家英 唱一個楊英文唱的 那樣東西 他跟這個好像是紫霞仙子 周星馳是做齊天大聖的 他轉身 變成下一世就是自尊寶 跟這個紫霞仙子說 如果他那時之下才拿著把劍 還是不知拿什麼 架著他的頸 那他騙他 要走路 要騙他 如果你要說我和你的愛 要加一個期限 我希望這個期限 一萬年 一萬年 即是你覺得很無厘頭 這件事 但是是否一個 一個熱訊息 我們現在是一個 好像一個權力的架構以下的愛情 一定要扭車 有樓 還說一萬年 一生一生都難 很多時候 今天在香港 離婚得很高 都是做生懸仔 很多咬叫 都是覺得未玩夠 不如我們再分開 我們再找自己 可能是忠然以後的樂趣 每一樣 你說 期限 為這個愛提出的期限 好像你在超級市場買的 那些 可能那些 微波流丁丁的食品 都有期限 愛 哪可以那麼長 那麼長時間 如果我們老時看這些電影 很多時候在電視機 不斷重播 流重播 說你覺得 你整個都看過 但你一直看 除了搞笑之外 我們每從一個角度去看 原來這些 所謂不同的金句 原來可以給我們一些 對於人生來說 一些不同的體會